你以为你家WiFi调现已经够让人抓狂了 再想想看 有没有可能这位后期是隐藏着一场现代战争的预演呢 不是说你家路由器出了问题 而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角 运救LG电子战飞机 它可不是只会让你卡顿 而是专门为现代战场上的敌人 准备了信号消失的套餐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比你家网速还神秘的空中武器面纱吧 在现代战争中 谁能掌握战场的信息流动 谁就能主宰局势 这就是为什么电子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原因 在过去战斗机和坦克可能是战争的主角 而现在电子战飞机正在逐渐成为战场上的明星 运救LG的出现正是中国军队在这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运救LG是基于中国已经成功研发的运救运输机改进而来的 这款飞机装备了大量先进的电子设备 可以执行电子干扰信号压制情报收集等任务 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在战场上对敌方的通信系统进行干扰 使其无法正常运作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高强度的战斗中 敌军的通讯设备突然失灵 这对他们来说将是多么大的打击 但运救LG的作用不止于此 它不仅能够干扰敌方的通信 还能收集敌方的电子情报 了解他们的雷达通信设备的具体位置和功能 然后它可以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其他战斗单位 比如反辐射导弹 帮助他们精准打击敌方目标 这么一看 运救LG简直是战场上的隐形黑客 专门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悄悄潜入他们的系统 进行一系列破坏活动 对于一场战争来说 拥有这样一架电子战飞机 就如同拿到了一把打开敌人防御的万能钥匙 如果你以为运救LG只是靠着一堆电线和雷达在搞事 那就可太小看它了 运救LG不仅在硬件上肌肉强劲 软件上也同样让人叹没关职 它所有装备的电子设备和系统 并不仅仅是为了干扰提方 而是为了在电磁频谱的战场上创造一个无形的护盾 再说说运救LG的肌肉部分 它的大型雷达天线和复杂的信号处理系统 使得它可以在相当远的距离内探测和干扰多个目标 这个不是普通飞机能做到的 只有像运救LG这样装备了最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技术的飞机 才能做到如此精准有效的电子攻击 与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相比 有源相控阵雷达在探测距离目标跟踪和干扰能力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 而它的护盾部分也就是它的电子战设备 则更为复杂和智能化 运救LG不仅能够主动发射电子干扰信号 还能进行被动的电子情报收集 这些设备包括了电子支援措施系统 可以实时监控和分析敌方的雷达和通信信号 甚至可以识别这些信号的来源和类型 这样一来 运救LG不仅能够干扰敌方的雷达 还能够通过分析其信号 找到并摧毁敌方的关键设备 更重要的是运救LG具备了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 在面对敌方的电子攻击时 运救LG可以利用自身的电子 可以利用自身的电子对抗设备 防止自身受到干扰 可以说运救LG不仅仅是攻击者 同时也是一个防御者 它能在敌方的强力电子战攻击下 依然保持正常运作 近年来 中国电子战飞机的出现频率不断增加 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南海和日本附近等战略区 这些飞机的频繁出现 显示了中国空军在这些区域内逐渐增强的控制能力 运救LG的亮相正是这趋势的延续和强化 有人可能会问 运救LG的这些黑客技能究竟能在战场上发挥多大作用呢 反正是它的作用远不止干扰这么简单 运救LG的电子战能力 可以为其他作战力量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通过对敌方通信和雷达系统的干扰 运救LG可以有效地削弱敌方的防御能力 使得我方的空中和地面部队能够更加顺利地执行任务 这种战场上的配合 可以极大地提高整个作战行动的成功率 运救LG的电子情报收集能力 因为未来的战场信息化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现代战争中信息就是力量 掌握了敌方的关键信息 就意味着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运救LG通过对敌方电子信号的监控和分析 能够为我方提供重要的战术情报 使得作战行动更加精准和有效 运救LG还能够与其他电子战飞机协同作战 形成一个完整的电子战体系 这种体系化的电子战能力 使得中国空军在未来的高强度冲突中 能够更好的控制战场局势 掌握作战主动权 运救LG的首次亮相 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其强大的电子战能力 更是中国向世界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 中国在电子战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 并将在未来的战场上占据重要位置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对运救LG的出现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并认为它将在中国的国防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台海和南海这些高度战略性的区域 运救LG的作用尤为关键 通过控制这些区域的电子环境 运救LG将能够有效遏制敌方的军事行动 确保中国在这些关键区域内的安全利益 运救LG的亮相还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电子战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看到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 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快自身电子战能力的建设 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 可以预想随着运救LG的服役 全球范围内的电子战技术竞赛将愈发激烈 运救LG可能会促使无人作战平台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进步 无人作战平台在未来战争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 运救LG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可以与无人作战平台协同作战 形成一个无缝衔接的作战体系 这种体系将大大提高作战效率 减少人员伤亡 同时也使得战争的执行更加精准和高效 运救LG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军事力量格局 也对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运救LG的服役引发了邻国的高度关注 在日本运救LG的频繁出现已经引发了广泛讨论 日本媒体担心这款电子战飞机可能会对日本的防空系统造成严重威胁 甚至可能破坏日本的国防网络 为应对这一挑战 日本可能会加快自身电子战能力的建设 甚至寻求与美国等盟友的合作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电子战威胁 在台湾地区运救LG的出现同样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台湾的防务专家指出 运救LG的电子战能力可能会对台湾的通信和雷达系统构成严重威胁 在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的背景下 运救LG的服役 无疑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增添了更多的战略选项 在美国运救LG的亮相引发了广泛关注 美国军方对运救LG的电子战能力表示担忧 认为它可能会对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构成威胁 为应对这挑战 美国可能会加快自身电子战飞机的研发和部署 同时加强与盟国的电子战合作 运救LG的出现还可能对全球范围内的电子战技术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 看到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 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快自身电子战能力的建设 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 可以预解随着运救LG的服役 全球范围内的电子战技术竞赛将愈发激烈 聊了这么多 你是不是对这款比你家WiFi还神秘的运救LG电子战飞机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 总的来说运救LG不仅仅是中国空军的秘密武器 更是未来战场上的游戏规则改变着 它的出现预示着现代战争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电子战将不再是辅助手段 而是作战的核心 未来的战争将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武器和装备 而是更加依赖于信息的获取和控制 运救LG通过其强大的电子战能力将在未来的战场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在台海南海还是在全球其他战略要定 运救LG的身影将无处不在 最后我要说的是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WiFi信号不好 不妨换个角度想想 或许这只是运救LG在某个地方忙碌的一个小小头颖呢 下次当你看到这架神秘的飞机时 别忘了它可不仅仅是飞行 更是在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我是小艺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